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雄友也風流 今天有我和畫面的右手邊 波波 波波很久不見 對上一次是說日本的賴湖內 再對上一次是說墨西哥 今天請到波波來跟我們說四川 其實中國我們真的很少說 大就比日本很多 但我們反而說日本真的很多 我很喜歡去大陸旅行 大陸旅行最驟忌的一件事 等如馮偉光 之前他說的一句說話 沒有眼屎乾淨 不想上網見到粉青 你不想上Facebook 最好就回大陸 但當然辦法都可以很多 但麻煩 這件事我始終很難去接受到 所以我都很避免回大陸 其實都是 我身邊很多人都是這樣 但我們今天說四川這個地方 四川跟大陸其他很多地方 其實都是幾大分別 我先說我 我自己是第一次去四川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去四川 其實是十二年前 我也是在大學 那時候是那些什麼夏季 不是夏季 是那些什麼夏季 那些什麼夏季 那些什麼夏季 那我找一間黨校實習 這個可以遲些跟大家分享 說成都的時候跟大家分享 但我們說四川 所以比較多人最嚮往的地方 就是去九濟溝 我們後面的地方 就是九濟溝還是黃龍 這個是九濟溝 這個是五花海 五花海 不是五花藍 不是五花藍 五花海 九濟溝之所以吸引 其實是四時景色都不同 雖然四時景色不同 但其實你嚴冬的時候 冬天的時候 應該是去不到 你也可以進去的 但真的很冷 因為其實我秋天去 我十一月去 其實我已經穿著羽絨 他們的秋天 跟我們的秋天 是有很大分別 因為別人的冬天 就是在說寧度附近 他們的秋天只有幾度 基本上 還有它是跟高度而變化 譬如我一去到黃龍 其實已經下雪了 已經變成冬天 你去了多少次 四川我去了兩次 兩次去的地方 都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次就是去九濟溝 黃龍 然後去了松潘一個古城 其實有二千年歷史 在秦朝開始的古城 松潘那裡騎馬 去了一個叫茂尼溝的地方 他的名字是比較有趣的 香港人就會笑 去了茂尼溝 之後就去了文川轉車 去了四姑娘山那邊玩 最後就去了丹巴的狀寨 那裡圓結 波波去四川 主要是選擇那些郊外 即是比較來成都遠的地方 沒錯 我去跟波波很不同 因為我去的 nature是實習 所謂實習 所以成都市中心的地方 會去得比較多 深入一點 其實四川最吸引人的地方 都是郊外 其實如果你說去四川 其實真的滿足到很多願望 宗教、少數民族、風景 因為其實他跟狀區都很接近 很接近 其實我去很大部分四川的景點 都是狀區 所以那種感覺 雖然他們經常說 四川的狀區 青海的狀區 和西藏的狀區 是有分別的 但始終有一些很相近的文化 而且主要都是那些景色 都是漂亮得不得了的 無論你去哪些狀區 都是很漂亮的 還有很多寺廟 其實因為四川真的有很多東西 你說雪山 又雪山 然後有狗債溝 一些水溝 山和溝通常都是物不可分 然後又有冰川 冰川以外 小數民族的地方又多 是啊 譬如你說 比較吸引男人的地方 就是一個叫做 他們有一個小數民族 不知道叫做摩梳人 但是摩梳人應該是雲南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勞湖 雲南和四川都有 都有的 都有的 其實是宅界的 因為是隔離的 因為他們很流行走婚 所謂走婚就是 我不知道最近看到 是不是東方還是什麼報紙 就在那裡說 又是什麼共享經濟 又是共享老婆 她這樣說 真的有些人是這樣的 其實是挺過癮的 但是是不是很純粹的走婚 現在就是很難說 你真的要很偏的地方才有 我想現在都很不同 因為我們在勞姑湖的時候 他們也有說回這些走婚 在雲南 但是你的感覺就是 其實都不知道 還有多少人在做這件事 還是他們只是說法 好像很exotic 去跟遊客說 其實是一個myth 你不是住在裡面 你不會知道裡面還有多少人在做這些 是啊 四川就是 但是我們香港人去四川 就有一件事不太習慣 就是那個食物方面 是很辣 因為你很難找到一些我們廣東人 是可以適應到的食物 所以很慘 那時候 因為我是比正常香港人更加不能吃辣 我是少少都吃不到的 這樣我有很多餐 其實我只吃白飯 因為就算你跟他們說不要放辣椒 不要走辣 他們其實真的覺得他們沒有放的 因為他們其實那些食具 或者他們用來炒東西的鑊 已經有了 那些味道在裡面 對我來說已經很辣 你根本是沒有辦法 我試過點了一份牛肉 他只要放在熱水裡幫我沖 但是你之後就淋了 所以吃不到 所以沒有辦法 如果你是去四川 你整個都可以選擇 因為起碼還有物記 KFC 還有Pizza Hut 那些選擇 但是你去到郊區的地方 如果你吃到農村菜 那你真的沒有怎樣選擇 因為他們最經常的就是麻婆豆腐 還有那些叫做 也有一些好像是西藏菜 等於大盆雞那一隻 其實很難搞 有些什麼公寶雞丁 或者公寶兔丁 或者兔仔頭 他們是喜歡吃這些東西 野味 你不要拿起臉 法國佬都是喜歡吃兔仔的 對 也不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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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吃兔仔 其實跟雞肉很相似 還要嫩滑一些 但是他們很喜歡吃頭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沒有見過他們吃頭 他們有的 是嗎?我沒有見過 因為你可能還未夠地道 你留得久 對 我們那時候接播都是黨校 可能覺得不夠好 也不會去推銷你 好像吃牛歡喜 對 那一隻 好像吃牛歡喜 是很多這些 不過我們現在一來 我們入正題 我們這一節就先去說九寨溝 好 其實九寨溝不便宜 如果你在香港去 對 門票都挺貴的 我那時候是乘巴士去的 在成都 但要乘10個小時 如果乘巴士 那邊是有個很小的機場 可以乘內陸機去的 但我那時候就沒有這樣選 內陸機 通常的人就是選成都那邊轉內陸機 對 通常都是 但不知道其他 應該也有其他機場 我猜 但我沒有詳細去 但深圳可不可以直航去呢 如果是 我也不知道 我猜那些團是會乘飛機去的 即乘外陸機 因為就這樣說 你只想玩九寨溝 其實真的不便宜 你部團 其實如果你在大陸部團 他掛出來的價錢 通常都是比實際都會便宜 但便宜的都是有個限 你起碼都五六千元 如果你在成都部 真的是12年前 那時候已經標價三千多 其實是成都部 我記得我的巴士飛機 又不是很貴 總之我自己去完整件事 又不是很貴 不過我又是偷偷地 住在九寨溝裏面的狀寨 因為其實當年 我2011年去 六年前 我不知道現在收緊到什麼程度 但說明 九寨溝裏面的居民 不可以接待遊客 全部遊客一定要住在 外面那些 酒店也好 每天就乘搭那些專車進去 但我在外面住了 即我到部那晚就住了一晚 遇到有個香港遊客 他教我 其實我剛出來 我是住在裡面的狀寨 我介紹你住 他省很多時間 因為你不用經常出 出入 是花很多時間 如果你想由早上開始玩 進去走很久 你就可以住狀寨 而且好像很原始 所以當時我第一天進去 首先跟著那個卡片 進去狀寨 果然找到那個對頭人 他給了我一個房間 是在我住 但包了食物 但有很多規則 譬如狗寨溝裏面 因為狗寨溝裏面 你不要在五時才回來 因為他試過有客人 給那些保安 正常人都會向著出口出 但那個狀寨是不在出口 那些人說 關門 關門 大家馬上走 你又不能跟他說 我是住在裡面 就被人推走了 但他的東西都在裡面 變得很尷尬 所以當時要計算時間 逆流而上 全部人走的時候 我就要急急地回到那個寨寨 其實你說去狗寨溝 其實你覺得要去多少天才合適呢 我覺得其實兩天是最好的 但是兩天的全日 兩天的全日 其實我們都可以看一下那個 大概地圖 給大家看一下概念是怎樣 概念是怎樣 概念是怎樣 不過波波也好像帶了一些單張 對 我帶了一個單張 是很久以前 可以先 zoom一下 可以過來 zoom一下 這個就是封面 這個封面 後面就是兩個地圖 這邊就是狗寨溝裡面的主要景點的地圖 這邊就是四川北面 即狗寨溝附近的一些路線 即道路的圖 給你計劃一下 其實可以講一講 其實狗寨溝是怎樣 簡單點是一個Y字形的河道 一個調轉的Y字形河道 但是偏偏就是這兩條河仔 可以不知為什麼 中間形成了十幾個 每個都有不同的特色的湖 即是一條河 但是有十幾個不同特色的湖 其實大家主要就是去遊覽這些湖的景色 而全部 我這樣說 差不多全部都是 我們閉上一下 這個我們先看看這個圖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最經典的那個 是呀 我們看到 入口應該是在 這個圖的哪一邊 入口是景區 下面是不是補鏡崖景區 應該是有個遊客中心 是補鏡崖景區 補鏡崖沒有那麼多人去那邊 主要就是由 大家如果可以看到樹靜溝開始 樹靜溝 然後進去 我住的時候就是樹靜藏寨 這樣一邊進去 然後有個中間點 中間點就是鏡海 也是樂日朗中心 就是比較多遊客設施的那裏 可以給人吃飯 如果你開車的話 應該是會去到那個 其實以我所知 九寨溝裡面是不准開私家車的 你只可以搭環保的那些 他們提供的 那些電車 你要買一個票 是來搭專車 以減低那個污染 然後去到Y字的中間點 就會分開兩邊 一邊就是由鏡海到日則溝 即是荒草海那邊的原始森林 另外一邊就是下季節海 上季節海和五彩池 長海那邊 我建議 其實玩這些是有少少技巧的 可以說了少少技巧給大家聽 因為很多人經常跟我反應 我不想去九寨溝 雖然我知道很漂亮 但是很多人 尤其是大陸的人 覺得很吵 很多人拍不到相片 我不知道現在多了多少人 但我當年也有很多人 但其實我有八成的時間 都不會見到人 因為他這樣很有趣 你看到他沿著河 那些池 或者那些湖 車路是沿著其中一邊 但其實你如果穿過那個湖 對面通常有一條站道 站道也會穿這麼多個湖 我最大的建議 為什麼我玩兩天 很多人可以玩半天 因為他們只是坐車 其實是否最集中 就是樹政群海溝那邊 樹政群海溝這裡是多 液鏡海到方速海那邊 也是多 有兩個項目都是很多 但很多人只乘坐環保巴士 上車下車上車下車 這樣就拍完了 但其實這樣什麼都拍不到 因為有很多人 一千一百萬人 我們現在看到樹政群海溝 最左邊那些 由西牛海、老虎海、樹政群海 如果你這樣說 你看到這些 是否像巴行那些 巴行那些就是讚道 如果你有心玩 玩得好 你走完一次 你不要乘坐環保車 乘坐環保車去到盆景攤 你走一條車路走一次 然後走回站到盆景攤 你就可以全部都看完 譬如有些湖 為何這麼重要 譬如說一個例子 紅貓海 你看有沒有那張照片 紅貓海 紅貓海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時候我搭車 我是走車路 第一次看到紅貓海 是什麼都看不到 是一個湖 然後紅什麼貓 就是這個 完全不明白 那就沒事了 我就走讚道 回頭 是要走讚道的時候 我才看到這個情景 原來它是會一間一間這樣 所以就好像紅貓 黑白黑白的意思 那樣像斑馬 對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叫紅貓海 其實這些湖 全部都是很靠陽光的折射 去看到顏色 所以你的角度一定要對 還有時辰一定要對 你才會看到 即是說 我們不是只說四時 不是說四季 我們要去說日照時間 沒錯 即是不同的日照時間 當然是很不同 正路來說 是不是應該是如日方中最好 即是12點去最好 某一些湖是 有些湖又不是 所以真的要做功課 而且四時日光的變化是不同 譬如我講一下五彩池 是你拍的照片 是的 這個 五彩池是看到它最左邊 這些讚道就是右邊 那個畫面 是的 五彩池 你看到它 我真的沒有PS 這幅我完全沒有PS 它那個顏色真的是這樣 但你一定要在某一個時間去才看到 我當時特意離開 我本身在走的湖 乘環保車 去這裏看了 才再回答 因為有時你必須要這樣做 你才可以看到最美的一面 所以我覺得真的要做一下功課 其實是去之前 或者問多些你住的地方的人 聽多些你身邊那些 玩完出來的人 或者你看到那些 拿著整個腳架 那些人在裏面留三五七日 是為了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顏色 你可以請教一下這些人 應該怎樣去編排 其實你說現在五彩池 這種藍色 叫什麼藍 是不是叫 拉閣 還是怎樣 這隻藍色其實在四川是最普遍的 四川也好 雲南也好 如果你說去雪山 下面那些湖仔 那些山間 阿丁也是這樣 對 這隻藍色是最普遍的 但如果你說去九彩郊 那當然不只是看這隻 對 但我覺得五彩池是我最印象的 因為這隻我也見過 這隻我見過 其實不用花費很多 但其實還有很多 讚到就是這隻 所以我覺得大家千萬不要浪費時間 要特地回去那些午餐店吃午餐 首先你不會有位 再來東西很難吃又貴 所以如果你想好好地 我的看法 通常你去這些地方 很密集地拍照 你不想花一些時間在吃飯 尤其這些地方那麼冷 其實我覺得最精緻的方法 就是自己帶著一排朱古力 第一就是很快補充到自己的熱量 因為很冷 不是其實你是的 帶個午餐包 我都會 因為你很多時候 你去到 你走到一半 你很難 這樣中途出去 然後又回到 你會很浪費時間 而且你要跟別人逼 很多時候 所以我覺得 這個我想知道 因為我沒有去過 他逼人的程度 是不是你自己 如果一個人去呢 你想設腳架自拍 其實也很困難 如果在環保車那條車道那邊 是 環保車 我們要看地圖 在哪個位 其實環保車 就是所有不是站到的位置 都是環保車 就是沿著河 全部都是環保車 可以到的 但這裏就是最密集的景點 所以我覺得 其實走站到為主 而環保車那條路 你也不要用環保車來走 你用腳走就會很好 因為那些人 上車下車上車下車 中段是沒有人走的 其實真的很大 我現在看到這個狗寨級 其實不是很大 我全程用腳走 我兩天都可以走 我們這樣看 由南到北 這裏有大熊貓的地方 但我不會走到這麼深入 其實說真的 這裏全程是多少公里呢 大概 我不知道 但是 譬如我講的是 早上6點開始 我在壯寨出發 壯寨是否這些 即是入口這一隻 我住在樹靜壯寨 樹靜壯寨 應該要 這裏 民族文化村 沒錯 民族文化村 這裏是否真的 是民族 還是那些入口民族 我有壯寨的照片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好 先看一下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壯寨的樣子 其實都OK的 當然有些噁心民族 不過我覺得 都噁心的民族 那些很大陸的 全部都一樣 還有少許 但是其實真的有 即是世界之窗隔 對 但又不是很嚴重 我去的時候不嚴重 這個就是 我住的壯寨裏 那個人 其實你五點鐘 他不是說 你五點鐘一定要回去 你回去已經煮好食物 等你 然後我發覺 原來是很多人住在裡面 你真的設了腳架 沒有 這個我也是 放在石頭上拍 然後在那裏 一秒 這些就是你要在壯寨才看到 嘩 這大媽很霸氣 我很喜歡拍這些 內地遊客拍照的姿態 我覺得 是很精彩的 但你又不放在那裏 我當然不會 因為很多人 會經常覺得 他們很煩 很醜 但當你沒有辦法 去消除這件事 我就擁抱它 那你就是 你擁抱它的方法 就是你去 這些不是九屎溝 這些不是 你去拍 或者你享受這些時刻 你會覺得很搞笑 他會不會叫你傳給他 他不會 他們會覺得很開心 我拍攝他們 還有我覺得他們很有創意 你看他們多麼七成相面 很有趣 當你有時候沒辦法 就只有這樣 這個也是 因為我最近有個朋友 去完黃果書術服部 就陪她媽媽 他們就說 原來內地的嬸嬸 有拍照白色 還要教她白的姿勢 好像港女十色那些 然後她說想死 然後我就說 你要嘗試擁抱這件事 哦 24分鐘 其實也挺過癮的 你後面那些叫做 單巴撞債 沒有關係 其實這裏是九仔溝 可以順著看 這個就是五花海 這個就是五花海 你去那時是幾月 11月 看一下 11月1日 對 真的六年前 是啊 11月1日是我生日 所以我就選了在九仔溝過 我特意去過生日 那他們知道你生日嗎 當然不知道 我自己一個人去 不用有人知道 我自己享受 這個下面那些水草 是生成這樣 每個都有一些不同的 好像景點一樣 但全部都是天然的 我覺得很神奇 好像剛巧做了一個主題公園出來 這個就是這個 那個那個 但他們全部都是自然而成 就是這樣說 我們看這些照片就覺得很漂亮 但通常去的人 跟我們說一些感受 就覺得跟照片完全是兩回事 只是看照片 你只是在鏡頭的框框 你覺得景點很漂亮 因為遊客不會在裡面 對嗎 對 但在你身邊那些 你經常打美式足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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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才這麼著重 這個攻略 就是你要行讚到 真的聽我說要行讚到 就會有一個很不一樣的體驗 因為那些人是不會願意行 其實你說經常打美式足球 那些是團 團他們可能在九宅溝可能只有半天 至半天多一點 他們只會定點 最重要的幾個下去拍照 就走 你跟他們鬥長命就可以了 一團一團來 不要緊 你就站著等 你等到總有一個時間 你可以很靜地去享受那個地方 又不需要那麼嚴重 你總會找到位置 我覺得最重要是你自己有時間 我想我們看到這張照片 都有點手震 對 還有很多瀑布 對 很多瀑布 這就是秋天的景色 秋天 所以你見到有些黃葉 但我去到最紅的時候 不過每年都不同 這些就是那些讚賭 你看看完全沒有人走 但你那次去其實是自己包團去的 我自己一個人去 你一個人怎麼去 其實你是 坐公共交通工具 坐巴士去到九宅溝 即是過夜巴士 不用過夜 是日後的 10個小時 遊城都出發 然後在外面的Hostel住了一晚 然後第二天我就進去九宅溝入住 然後就走 開始不斷走 然後走到兩天 然後又出來 即是兩天就能走完 我能走完 我還能走完兩邊 即是一天走一邊 不是 我的意思是一個車路一個站道 我都能走完 其實你這樣其實不停地繞圈 如果這樣走一邊 但黃龍就因為在另一個地方 我便乘車去了黃龍 所以你說九宅溝 值得玩兩天 起碼要慢慢細味 一邊一天 如果你喜歡拍照 可能你真的要花多點時間 你在不同時間補同一個詞 我想說 我在九宅溝的時候 聽得最多 就是人們跟我說 你不用去的 黃龍 你看了九宅溝 就不用去黃龍 為什麼 我聽到九宅溝 我聽到九宅溝 比黃龍的所有東西 沒理由 我聽到的版本就是 我聽到的版本就是 去完黃龍就不用去九宅溝 我覺得其實 其實我又覺得 根本是很不同 在我心目中是不可以比較的 譬如你為什麼永遠都要 比誰更漂亮 你只去更漂亮的那個 這個世界其實你沒有什麼要去看 如果你永遠只是用一個這樣的比較 因為我印象中 黃龍就好像梯田一樣 很有層次 慢慢下 而且是不同顏色的 一邊下的時候 有些像黃石國家公園 那些蛋餅 很漂亮 對 而且它是硫黄的形成 所以它是不同的 我也有些黃龍的照片給大家聽 不過我們講黃龍 下一節講 我們這節時間都差不多了 好 我們稍後回來講 生活態度就是這裏 HKPeanut.com HKPeanut.com 我看見晚上的黃月 是最多的